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 我们来谈一个双主题 那一个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外交谋略家也好 一个指标 尤其是清中国的一个指标基金级 那在11月29号逝世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一下阿根廷川普 就是新的当选的一个总统 那有阿根廷川普之称叫米莱 他对中国这个部分 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或者说风格来讲是比较右派一点 那比较亲美 对中国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对立 或者说未来他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坚决的一个主张等等 这部分也是蛮值得一个分析 好那我们今天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 他第一位是洪耀南洪老师 郑林兄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第二位董事齐董老师 郑林兄好 大家好 看一下这个基辛吉 基辛吉吉对台湾人来讲 应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因为毕竟他是在这个冷战时期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然后周旋在整个国际上 就是说周旋各个地区一些国家等等 当然他的一个出发点是所谓的一个 从美国利益的一个角度 美国本位的一个角度去出发 常常会做出影响决策的一些建议 或者说一些计划等等 那造成很多国际上的一些负面评论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一些比较不利于国际安全的一种发展都出现了 讲到基辛吉 那当然是两位总统重要的一个左右手 一个当然就是那个尼克森总统 那另外一个是福特总统 两个总统 美国总统 那相当程度对这个基辛吉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扬赖 从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到这个国务卿 所以很多重要的一个决策 就变成是基辛吉这个人 他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思考 或者说他的想法就是刚刚我讲到了 包括以台海来讲的话 他是等于是解开中美之间的一个冷战 对立的一个很重要关键性人物 他秘密访问这个中国 后来再让这个美国总统去访问中国 最后跟这个台湾 这个等于是放弃台湾的那个状况是出现了 所以我说台湾人是对这号人物是不喜欢的 甚至有点对他有点不谅解 那其实有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子 你看这包括那个阿根廷也好 或者说一些中美洲 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还有中东几个国家 他以他当时的一个外交斡旋的一个角度 跟那个做法 等于是有时候会跟这个独裁者 比如说在南美洲 他为了要防堵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一个发展的话 他会去跟当地的一个右派也好 或者说一些那个独权专制的一个军头去合作 然后去做一些违反 一些违反人权的一些事情等等 或者说漠视做事这些事情的一个发生 所以这样的一号人物 等于是百年 也是相当程度跨世纪的 已经一个世纪的一个见证 说那他的事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做一个检视 到底基辛吉这个人 我们要怎么去看他 怎么去定位他 洪耀朗 洪老师 基本上当然就已经过世了 那就是等于盖棺定论 那我大概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基辛吉 就是现实短视利益大于价值 就是他是现实主义 那他在现实主义又很短视 就是说他只是考量眼前 他在国务卿这样的任内只有八年 但这八年虽然是一个冷战的一个架构 他就是一个战略 所谓的或是说国际关系的三角关系 其实他第一时间已经知道 中国跟苏联当时已经闹翻了 因为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所以他已经知道有些苏联的动作 他就故意在苏联动作的时候 当时尼克森想说糟糕 这可能会不会出现冲突 但是基辛吉反而说 这是个机会 我们赶快把信息pass给中国 利用这样的pass给中国以后 想利用来改善关系 才有后来的一连串的 从拉肚子到北京 然后一连串的中美的关系的改善 他看到的 没人看到的可能是个危机 他看到的是个机会 他把这机会变成用在国家的 甚至于个人的一个现实的操作上 这是他很现实 那短视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考量眼前解决了 而不考量长期的问题 所以说他当下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管是说越战也好 他当时虽然他想要结束越战 那他牺牲掉的是 常常存南业以外 他也牺牲到越南德的人民问题 所以他拿诺贝尔讲 人家那个北业都不敢去拿了 他还敢去拿 这是很丢年的事情 甚至为了要跟在越战的时候 他已经轰炸了柬埔寨 还有辽国 对这都是 这个都是当下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包括你看我们那个东低温 当时在1976年被印尼入侵 那是个很惨痛的一个经验 他也默认了 当时的政治现实 他都承认了一些 就是你无所作为而造成的后续影响 包括他对中国所承认的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真的是 这个是以下来这个后面 祸害无穷 想要修正都有点困难 这当然就是他的现实跟短视的问题 那他利益带于价值 就是说他没有发挥 美国这种民主价值的优势 如果你用价值去捍卫 反而大家就觉得 你有些立场 他是考量是利益 所以他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年 但他下辈子五十年在做什么 都在跟中国做生意 对国际游说 国际公关 所以让他的影响力是 因为他在中国变成是中国的老朋友 对中国来讲 你要取得这个老朋友的封号 是不容易的 对 而且是给美国人 对 那当然一定是外国人 才是当中国的老朋友 季辛吉 他自炒说他的专场是什么 他见过中国的历代领导人 对 这个就是说 他展现他的对中国的影响力 那中国想要把这个牌一直打 对美国产生影响 对 那时候川普一上任的时候 他不是参加川普的就职天理 而到北京去做那个上兵 他想要去跟他们解释 未来川普会怎么做 结果回来 没有 川普没有照他路线走 对不对 那很多想要到中国游说的 都透过季辛吉 是 所以说 他原来一直在发表 一定的影响力 是想要在中国取得更大的利益 那我想 这个当然是过去 他在这个整个架构影响力上 延延超过所有的 美国的历练总统 很多美国总统退休下来 基本上就不问世事 甚至他给他从事公益 对 只有他 这是虽然他不是民选 但他是在做国务卿 整个在政府部门服务八年之后 他一直在把这八年的一些价值 一直不断的在扩大 然后在影响 那最重要最重要 忠忠之忠 当然是他对中国的问题 这个这样的关系 当然是影响台湾很大 你看他要去 明明都已经要去跟中国来 化解和解甚至建交了 他那时候还跑去我们 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 沈建宏 最后一任的大使 听他讲说 我们绝对不会抛弃台湾 你讲完了 只有隔几天就转向跟中国建交 这都是很夸张的事情 那你会造成很多人的误判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 包括这次的拜习会 习近平都还在提醒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跟我们签的 建交公报讲的是什么 那当然这些都是对台湾不利 但后来美国当然总统 很多人都在修正 比如说雷根 他后来在补强的一个六项保证 那到现在整个警势的变化 我想熊猫队的几乎都阵亡 那我觉得他这次大熊猫 应该是最后一个应该是阵亡 这对未来美国人对中态度 我想应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个就真的是完全就是一个 概观论定 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请教董老师 你是会怎么样来定义跟定位 这个基辛吉这个人 其实刚刚这个耀南老师提到的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感 就是说基辛吉 事实上这样的人物 影响了美国的这个大的战略 那包括了基辛吉啊 布里辛斯基 然后或者是亨廷顿 那一般人认为说 这是战后20世纪大人之后 影响美国战略 国家战略走向的一个三大推手 那当然他们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啦 但是身为台湾人 当然就是对于基辛吉 是有非常这个 不是很好的情绪和情感 那毕竟啊 他要解决所谓的这一个 美国的问题 那他想要牺牲的是台湾的利益啊 所以他这一生访问了中国上百次 上百次啊 然后没有来台湾一次 那这个是一般人所看到的一个现实 那回过头来 他眼中所看到的是 所谓的美国的利益 而他所架构出来 则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啊 例如像是说 不断的陷入的区域战争的 这个美国 然后和这一个金贝军赛 然后造成了苏联 跟这个美国的军备费用的上升 以及在这个共产集团里面的潜在 对于俄罗斯的挑战者 中国的崛起啊 他看到了当时的一些时代的迈入 然后做出了一个选择啦 只是他做这一选择之后啊 他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了 也就是说他影响了一个世代 创造了一个典范 但他没有看到说 这个典范已经在转移了 那仍旧还是认为说啊 中国仍旧是必须要 这个来仔细来对待 然后也不会直接讲说 中国就成为这个美国的 所谓的挑战者或是竞争者 他都是用此很小心 过去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他着重的是所谓的美国利益啦 那现在后来越来越多 个人利益 发现到 他着重的是自己的这一个 影响力和利益啊 那特别是从 中国这边所来到 得到的利益啊 那当然啊 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啊 拉着这个中国去牵制苏联 然后同时 让美国的 在这个越来越 好像军备竞赛越来越高的同时 然后跳脱越战的泥沼 刚刚这个 耀男老师有提到非常重要的 那他必须要在美国 再往另外一个新的方向 去发展的过程之中 他其实就是做出了一个 关键的选择 而这个关键的选择 事实上也是影响了大概 从1979年开始 那一直到2018年吧 大概2018年 19年 那所以你就是 等于是影响了 大概40年左右的这种时间 那所有人对于中国的态度 在当时会认为说 中国就是一个 可以来扶持 那同时呢 经济上面有所帮助 在地缘政治上面呢 最后可以帮助美国 仍旧是维持所谓的这个 全球霸权的这样的地位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但当然这样的想象 在2000年之后 911事件 还有包括在那个 2008年之后 那这个欧巴马 还有包括这个欧巴马 这个上台之后的 对于这个亚洲 还有对于中国政策的 某一些的转向 也慢慢看出来 这所谓的美国利益 已经跟基辛吉的想象 已经是不同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基辛吉那个时代呢 还有他的那个想象呢 也随着他的这个过程呢 看起来已经是完全逝去了 整体看来应该是 两个字送给他 争议 那这个争议其实也不是说 只有我们台湾人的观点 或角度来看 其实包括 我们看到那个中国的一些官媒 他们也在评论这个 或者说叙述这个 基辛吉的一生的时候 也是会讲争议性两个字 争议两个字 那这个争议 其实它的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其实在我们来看 是负面的一些因素 负面的解读会更多 这就是基辛吉了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微回来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第二个阶段要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也是蛮热门的 就是说最近也许对台湾听众 或者说这个中国听众来讲 这个国家会比较陌生一点 就阿根廷 毕竟这个地理上地缘上面 是离我们比较远 它会成为瞩目的一个焦点 是刚好前一阵子 代表这个自由进步党的一个参选的 极右派的自由经济学家叫米莱 他当选了这个阿根廷的一个总统 他的当选就代表 因为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意义 那因为米莱在这个阿根廷当地的一个风格 就是比较 包括从外形也好 或者说言论主张也好 比较觉得比较激进一点 等于是比较属于这个被外界界定在是说极端的右派主义者 他的立场跟角度 当然是对这个过去的阿根廷政府 比较多的一些不认同 那过去的阿根廷政府 跟在南美洲的一个地缘政治 或者说国际外交的一个领域来讲的话 对中国这个部分是比较亲近的 那所以跟中国打交到非常的一个密切 所以中国是这个阿根廷第二大的一个贸易国家 那但是相对程度来讲的话 中国出口比进口还要多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造成米来 曾经就在这个竞选的过程里头 有讲到说批评中国的一个言论的一个管制 或者说你在中国 如果你这样子批评他们会怎么样的话 他们马上会把你杀掉或者怎么样 那对阿根廷要跟中国发展一个合作 或者说互动的话 就好像在跟一个刺客在做一个交易 他用刺客两个字 也蛮有意思的 米来的一个当选 那阿根廷川普 川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说明跟解读 当然中国这边 一开始对这个米来的当选 当然有点意外 因为这中间 其实米来也有批评过 中国有戒选 动作很多 管很大 管到全世界这么远的地方 他的选举他也在管 所以这个 当然是从这个中国角度跟利益在触发 所以这个米来当选之后 中国的一个发言单位 就官方的 还是讲一些好听的话 对米来也做一些示好 但同一时间也在做一些恐吓跟警告 不能跟这个所谓的中国这个断交或什么 这样是大错特错了 那其实阿根廷现在也有很多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工程在进行当中 两边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跟角力 也蛮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是不是请斯奇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那刚刚整理哥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人被称为川普 事实上这个米来 当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研究专业的博士 那但是他就是透过这个 有点类似像这网红的模式 那他有主持自己的广播节目 有自己的这个频道 然后同时呢 他也是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 有250几次的受访的经济学者在媒体上面 就是敢于发言 那同时认知度高 同时他造型也比较奇特一点 因为他头发被人家称为说 他绰号像是假发 因为他的发型非常的这一个蓬松 非常的这个不拘蝙的样子 所以他有一个明确的这一个鲜明的风格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余不经人死不休 那他的这种方法好像就是 在这个苏东坡的 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后来东欧国家的发展的路径 很多人在讲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所以当时有提所谓的震荡疗法 也就是砍掉重链 就是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重来 那这个米来呢 他现在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砍掉 那什么东西过去觉得不好 我们就重新再来 刚刚有提到中国是第二大的 这一个贸易对象国家 那事实上第一大的贸易对象国家是谁 巴西 因为是在临近之中 这一个地缘位置上面的比较靠近 而且呢比较广大市场的一个国家 但是过去对巴西和对于 这一个中国的经济呢 事实上虽然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了 虽然这一个贸易额越来越大 但是呢 这个阿根廷陷入到反复的经济危机 那在台高足之外 货币也开始震荡了 金融危机也不断的要出现了 那消费者的这个物价指数暴增了 同时呢这些所谓的这个巴西和中国呢 对于阿根廷来讲好像是说经济上面呢是非得依赖 但是又不是那种正面的影响状况之下 也就因此呢这个态度呢是比较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清美 因为现在在国际上面反中就是等于清美 对没错 就是说把反对中国当成是国家的一个政见 而且同时是经济上面我们是说它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回应 当然这个是在选举的时候啊 是非常有用的 那另外一个是选举过程之中 他也指出这个中国似乎也是在干预 不要让他选上 那事实上这也是架构在一个背景 也就是过去阿根廷政府事实上跟中国关系不差 那同时一带一路的计划也有在进行当中 只是这个成果呢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呢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阿根廷川普还有一个特色 他是2020年才加入政党 加入政党之后呢就自诩是一个这个领导人 然后他只不过做过一次中议员 然后现在就选上了总统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用民粹这个字眼 但是我们应该讲说 他是我们在所谓的民主的这个倒退风潮里面啊 就常常会看到的一种类型 也就是在地方的政治上面呢 用所谓地方的草根的方式去宣传一个比较右派 比较国家主义 那同时呢去寻找一个敌对的这一个对象 来激发人民热情的一种模式啊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民主的选举呢 当然是阿根廷民众的选择 只是这样选择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有趣的 就是说他任命的这个经济学者 要成为这个跟经济的部长的人呢 就直接讲说 踩杀色踩杀色 我们并没有说真的是一定要跟中国对干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再讨论的 那所以就是这个选举是一件事情 但是回过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所谓的极右派的人的出现 不是只有在阿根廷这种 我们一般认为说不是这种民主成熟的国家 近期包括在荷兰也出现了这一个 比较偏极右派 比较保护主义国家主义的人的出现 又叫做荷兰川普 荷兰川普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事实上可以看到一个很明确的图像 也就是说经济的状况不好 然后在这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还有再包括国际上面的保护主义呢 因为疫情之下 非得回到本国来做保护主义的同时呢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里面的比较右派一点 也就是说站在国家主义立场 而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又跟强调经济成长 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思潮会出现 而且他们必须要用的就是草根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而民族主义的情绪除了一方面是来自国内之外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对于国际上面的一个回应 那在现在的这一个局势里面 过去拉美最多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煽动是反美 但是现在国际的潮流是反中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在阿根廷呢也上演了一出 仿佛是跟国际趋势的潮流呢 稍微有一点这个结合了 也就是说这个天下围中 或是天下防中的这样的局势之下 阿根廷呢 这个过去一般被认为比较左倾 然后跟中国友好 同时也非常看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那他现在有一些的转向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 就习近平 用习近平的话来讲 习近平常最近不是就所谓的中国崛起 然后这个东方的势力 造成那个中国他们自己的一个光荣感也好 或怎么样 但是他们实际动作 其实就透过最具体的 就是一带一路的那个策略跟作为 还有他的所谓的战狼外交的一个手段等等 习近平常常在国际社会 尤其对美国来喊话 就说这全世界很大 这世界很大 绝对农得下两个国家 就是他们中国跟美国 一起来做一个 做整个世界的一个领导或怎么样 但是你看目前的一个状况 就我们来看到一个很具体的现象 他们的一些手段跟作为 你说包括一带一路的一个操作 一种战狼外交的一个狼性本质 那造成所谓真的现在 反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潮流 然后你常常也透过一些 自己的一些资源 或者说一些跟当地国家的某一方 押宝性的一方 就是说去介入当地国家的一个政治 所以才会造成像现在 这个阿根廷米兰有这样的一个 在竞选过程里头就调明了 站在你中国的一个队里面 跟你对干 现在你说不小心当选也好 我说他真的当选了 未来两个国家 要怎么来去做一个修复 或者说这关系应该怎么去维系 怎么样做一样的一个经营等等 都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 亚兰老师在最后帮我们做一些总结 阿根廷这个新任的总统 他主要三件证件就被大家可能 一个就是要去那个阿根廷的批手 换美元 第二个要炸掉中央银行 第三个就是要跟断结跟中国关系 回到说所谓的炸掉中央银行 在所谓的左派国家 大概有两种制度 就是像比如说阿根廷这种所谓的 有民主化的国家 大概过去的民主化国家的左派就是 印钱 社会福利 花钱 阿根廷到现在已经陷入了九次的经济风暴危险 那像中国这种所谓的左派国家 他就是按照分配 就政府的分配手段 那过去我们来讲中国这种 一直强调他说按劳分配 按劳动分配 其实中国不是按劳 中国的上层是按权力分配 谁成员最大 所以说基本上他的县长县委书记 省委书记 每个都有的潜力 所以很容易寻租 很容易有贪污 按权力分配 中层叫做按资本分配 下层才是按劳 最辛苦的老百姓就是按劳分配 那这种分配制度 当然会有所差异 那他们为了要让他拿到这个分配 所以扩大了很多基础建设 所以这些国家也会 印钱去做基础建设 那阿根廷这种国家 是印钱去做社会福利 所以说基本上有这种选举的国家 他容易经济破产 就是他可能在选举过程 开很多支票 但他又真的做到了 那这就会有危险 就是你开的社会福利支票 又真的做到 这就很危险 就会让国家的财政 会比较空虚一点 那这样子对阿根廷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就是目前中国跟阿根廷 签订了所谓的 货币单换的政策 中国提供的阿根廷 一年有1300亿的人民币 可以在贸易中用人民币结算 阿根廷拿到钱的第一天 就换成美元 应该还债 所以说基本上 中国想要去影响全世界 但基本上全世界在影响中国 虽然很多工具可以使用 但我想这个中国 无条件借钱给阿根廷这件事情 也会让阿根廷的经济 更加的恶化 也让阿根廷的通膨更加严重 这个戏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戏可以看 中国跟阿根廷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走 也蛮值得我们重视的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两位老师的一个分析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正琳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正琳 各位亲爱的听友 网友们 我们正在进行 RTI央广Podcast的意见调查 您的意见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就算你没有听过 央广Podcast节目 还是可以进入问卷 试听后填写 只要花你五分钟的一个时间 就可以完成问卷 并留下联系方式 就有机会获得RTI 及台湾特色的精美礼品 详细活动内容请上官网了解 活动只到12月10号 赶快把握时机 节目尾声 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建议 欢迎email到节目信箱 2020 小老鼠 rti.org.tw 更多的节目内容 欢迎上网 或透过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未经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